能够垂怜听证的西夏艳后被情人所杀,真相也许并非如此,先简单了解一下这位西夏艳后,她本是西夏大臣,野莉,玉起众多妻妾中的一位,后来野莉玉起被李元昊所杀这一干妻妾也流落街头,后来李元昊知道自己冤杀了野莉玉起,所以找到她的这些家人给予一些帮助,没藏事也被当时的皇后野莉氏收留一次。 偶遇后,李元昊被木藏室每次索迷无奈,野莉皇后把梅藏室逐出皇宫,让她出家为妮了,但是出家为妮的梅藏室与李元昊的关系却是越来越好,李元昊也常常去找梅藏室优惠,后来李元昊干脆住在了梅藏室所在的寺院,同时把原来的皇后野莉氏扁入冷宫,这让李元昊的儿子宁令歌十分不满。 李元昊抢了宁令歌的爱妃后,宁令歌下了杀心,将李元昊给杀了这成为了梅藏室掌握权力重要的一部。 李元昊死后,宁令歌被国相梅藏鹅旁处,此这位国相就是梅藏室的族兄,梅藏鹅旁,以墨藏室有皇帝血脉为由,立了梅藏室孩子,为皇帝梅藏室则成为了太后,他的权力巅峰也随即来临,梅藏室执政。 后期,与当初这位支持他上位的族兄关系一度恶化,这也让人们猜测梅藏室的死,有可能是梅藏鹅旁干的。 流传最为广泛的是梅藏室当时的情人,有两位一位是最初他嫁给野利时野利的管家李守贵。 另一位是李源浩的竟是多吃己而眉,藏室就是因为与多吃己的关系,被李守贵在他们狩猎回来的路上给乱刀砍死,但是仔细分析来有多不可信太后出游,怎么可能没有适从这个死因,也多被后人所质疑。 还有一种说法是梅藏室的儿子李亮作,下令杀了梅藏室这种说法似乎也有可能,当时的李亮作想要亲政,但是梅藏室并不愿意放选,所以皇帝一怒之下,就杀了这位听政的太后,但是最终梅藏室到底是为啥而死? 还是有待发现,更多关于西夏的史料吧,相传这位艳后在执政期间的为政举措,还是不错的与宋朝交好,梅藏鹅旁宣战宋朝土地时,还严厉的责罚了,他这也让梅藏鹅旁耿耿于怀,如果第一条死因成立的话,也许这就是梅藏室死亡的导火索吧。 各位看官,有何高见欢迎留言评论。 请不吝点赞!